最近有很多跟數據安全有關的新聞 包括蘋果說要在內地設數中心 又有消息傳出內地收緊VPN的政策 所以我特地請Charles上來談談 Charles 有這麼多新聞 之前我想講一個報告 我們先談談報告 美國有報告出了原來很有趣 我們以前擁有數據的公司或企業是電信商 但現在已經進入了數據經濟 Uber又說自己是數據公司 其實它不是經營叫車 它是經營數據 有報告出了在宏宏的科技公司裏 有些是保障用戶的數據 有些是沒有保障用戶的數據 驚訝於Uber真的跟政府撐到行 它就拿了五顆星星滿分 包括什麼呢 它就說當政府request 去問它拿資料的時候 它可能沒有辦法 法律上都要給 是會跟你說 又例如譬如說它是會承諾 就是不會出賣用戶 即是有一些高分的標準在 但是香港人經常用的WhatsApp 就慘了 剛才說的兩個標準它都是不合格的 另外一個世界上最大的購物 即網上零售平台Amazon 又是比較低分的 那你又怎樣去理解這些 為何會有這個差異? 我想你講了幾個問題 第一就是過去來講電訊商 和政府的關係 其實是很明確的 因為你要拿牌的 你拿牌買租用 或者你籌一些頻譜回來用 然後你有個牌照 然後有條電訊法例 各個國家都會有 你去到社交媒體 或者網上購物 其實你開檔就可以了 其實最初大家都想著 沒有特別去想數據那方面 但是慢慢 你看到這麼多免費服務 其實它哪裡賺錢的呢 甚至乎免費 收錢是服務Uber 有些人都說 去收你那些坐車的費用 其實都不是最值錢的東西 最值錢是數據 所以現在就突然之間發覺 我們現在才發覺 原來他們儲了我們很多的資料 還有特別是內容服務的公司 社交媒體 或者即時通訊的公司 特別是即時通訊 因為那些即時通訊 我以為我只是傳給你運資訊 我沒有想著其實我放在Facebook 給所有Public看的東西 那是一回事 但是現在就發覺那些資料 執法機關就很想得到 所以的確就是 尤其是施諾登事件之後 你前後 之前就只有一間公司 就是Google 它有一個叫透明度報告 之後施諾登事件之後 每一間 不要說每一間 很多間 Facebook Microsoft 每個都跟 一定有一個透明度報告 告訴你 其實我這間公司的政策是這樣的 今年就有哪個國家的政府 就是拿了我多少資料 問我要求多少資料 問我要求1000個 但是我只是給了300個 其他那些 我大體上用什麼的原因 是因為我 所以我不給他 多數是因為什麼原因 為什麼他要做這些報告呢 就是他不想背鍋 因為你記得 我已經說過了 就是我已經說過了 因為之前你記得施諾登事件的時候 他點名一群的社交媒體公司 就說和政府合作 就是把資料透過後門也好 甚至直接交給政府的情報機關 這就是施諾登那時候的指控之一 他們每個都說沒有沒有 我哪有給他 怎麼證明呢 我又要跟回法例做事 政府問我 譬如有法庭搜令 跟回合法程序 我沒有理由不讓他去查案 所以他們就生氣上來 就說不敢了 我最少公佈的數字 我在巴基斯坦有多少單 我跟了多少單 有多少單我reject了 各個國家有多少單 自發的 但是中國一直是不能說的 這個是國家機密 所以你看很有趣的 去到google 透明度報告 去到中國那頁 香港都有 一國兩制 但是中國最吵詭的就是 它往往是佔了 譬如這些科技公司 很欠入中國市場 譬如我們看蘋果業績 它已經有很大的一個比例 是come from 中國 我記得它差那一年 它還埋怨過 我們還用新聞寫過 蘋果是team coop 簡直是說明 是香港拖累 這些故事 是做過頭條的 因為其實中國市場 對於科技公司 因為它已經很飽和 在世界其他地方 你中國這麼大的餅 它就很想入 我們這節談到這麼多 下次回來再談